胖猫的故事依旧牵动人心 5月5日 胖猫和谭竹的友人纷纷发声 截入了背后的真相 令人痛心不已 胖猫生前只有回忆 他勤奋上进 为与谭竹共建美好未来而努力拼搏 他勤奋接单 甚至通宵工作 只为给谭竹开花店 筹备婚礼 但令人费解的是 尽管他付出如此之多 人感到自今紧张 胖猫坦言 他渴望给你有一个家 让他的梦想开花结果 这份痴情与担当 让有人感叹不已 然而 谭竹的私生活却令人震惊 据爆料 他曾是重庆某KTV的 业务突出 一周收入高达十几万 他利用人卖广的男生 甚至不惜出卖自己 这样的行为 让人难以置信 而胖猫 却在这场爱情的悲剧中 无辜受害 两人的故事 如此迥异 却交织在一起 胖猫的纯真语付出 与谭竹的冷漠与自私 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段爱情 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场悲剧 网友纷纷表示 为胖猫感到惋惜 同时也对谭竹的行为 表示愤慨 对此 你怎么看呢